地点在食堂二楼的咖啡厅里 人物有乔新宇、宋元、方丽、李洛约以及罗宾 乔新宇三人互相看了看都不发抑郁 气氛有些尴尬 李洛约笑了笑 我今天想要还原一下去年三月十四号的具体情况 方丽皱眉 有什么好说的 有的 请稍安勿躁 去年的三月十四号 同时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一个帖子出现在了M大的贴吧里 是以仰慕者的身份问起了乔新宇的事情 二是乔新宇和宋元你们两个人被人抓拍 首先我要问一下 那天万达的天气怎么样 宋元看了眼乔新宇 镇定地说道 天气很好 没有下雨 能见度很高 好 你们看完电影之后 是从正面的大门出来 也就是在广场的正中央的一带位置对吧 宋元点头 那就奇怪了 那天白色情人节人很多 如果要偷拍又不能被你们看见 那么一定是在远处啊 可是 在远处的话 拍照难免会有很多人移动 导致镜头不清楚或者遮挡 可是这张照片却非常的清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人离你们很近 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了 万达那里的玻璃墙 是采用的镀膜玻璃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看到的单向玻璃 可以从里头看到外头 而外头则看不到里面 所以我怀疑那个人就在里头 距离你们非常近 可是有些不对 这照片明明是从外朝向你们 正对着玻璃墙 这是一个难题 除非将照相装置放在旁边的垃圾箱 这些东西上头 可这样一来 又无法保证相片的质量 听到这里 乔欣宇手指动了动 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我想问一问 三月十四号 你们两个是谁约的谁 乔欣宇轻声地说道 是我邀请的纵缘 那个时候 因为他才被上一个男朋友甩了 所以 我想着那天 带他一起去放松一下 好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 你会和他有那种图片呢 乔欣宇看了一眼纵缘 缓缓地开口 那只是一个游戏 我们之间以前常常玩 也就是一方扮演男朋友 另一方扮演女朋友 只是开玩笑罢了 宋元忍不住辩解 可是 我从没让你亲我呀 乔欣宇欲言又止 李洛约则是事实地插入 没错 你的确没有说过 可是并不意味着 你没有这种想法 对乔欣宇的影响和暗示 可以是多重方式的 一旁的方丽忍不住 拍桌站了起来 胡说什么呢 你说话最好考虑清楚 李洛约张开双臂 示意自己并无恶意 罗宾将手机摆在桌子上 开始展示 上头是送源在 三月十三号的微信 QQ 微博 等网络社交上的签名 吻是最好的安慰 好难过呀 真想死掉 方丽冷笑了一声 这不过是某个时刻的心情罢了 能说明什么 李洛约微微一笑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失恋的女孩子 和她的好朋友 在白色情人节这天 看了一出让人感动的爱情电影 而她的好友 是个很容易被触动感情的人 早早看到了失恋女孩子的签名 又在让人感动激荡的故事里 才出来 看到面前伤心的朋友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一句话 吻是最好的安慰 方丽看了眼宋元 眼里终于多了一丝怀疑 宋元却淡淡地说道 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 我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说过 被她袭击过后 我很惊慌 就独自离开了 所以连说好的午饭 都没有和她一起 这件事情 你可以问乔心雨 乔心雨默不作声 原来如此啊 李洛约不以为意 一脸胜券在握 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 那天出现的帖子 有个奇怪的现象 我请高手朋友 做了一份数据调查 从罗宾的手机截图上 看得已经很直观了 那就是回帖的人里头 充斥了大量的新注册小号 很容易推断 有人故意借用这张帖子 对乔心雨发起了袭击 当然 乔心雨的单身和拒绝 让不少人心中不舒服 所以也许 有人会这么做 来逼迫她做出一个选择 来结束单身 你胡说 方力气得声音都发起抖来 不会的 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情呢 罗宾适时的猛地站起来 这些都是你干的 方力瞪大了眼睛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你开玩笑的吧 我怎么会那么干呢 宋元帮男友辩解道 不可能 方力不是那种人 你们叫我们来 就是听你们瞎猜的吗 李洛曰眼睛看向宋元 你又怎么知道不可能呢 有证据吗 宋元毫不相让 近乎嘲笑地说道 有啊 那天方力帮我去还市区图书馆的书了 名字我都记得清楚 狄更斯的双成计 还有事吗 没事我们先走了 李洛曰冷冷地看着宋元 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 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他将那张狸猫抠到的原始图片放大 看到了吗 乔欣宇和方力还没有看出端倪 宋元已经脸色苍白了 那天的天气很好 万达的玻璃墙是镀膜玻璃 从外是看不到里头的 能够看见的只有自己的样子而已 那里就相当于一面巨大的镜子 发帖人最开始 贴了一张乔欣宇和宋元的照片 可是最后却很快地编辑掉了 换成了另一张 不过新的那一张 也仅仅是将宋元的眼睛打了马而已 根本没有实质上的影响 可是真的如此吗 我比较了两张图 原始版本的秘密 终于被我发现了 手机的放大照片上 在宋元和乔欣宇的身后的玻璃墙上 出现了一只手 那只手上 有一部正在自拍的手机 乔欣宇不可置信地看向了宋元 方丽则失声说道 你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为什么是你呀 真相避现 就在那天万达广场深处 宋元抓住乔欣宇的动作 迅速用手隐蔽地进行了自拍 然而这个小动作 避开了乔欣宇的视线 却被那天的好天气 给投射到了玻璃墙上 那只手上的手机是如此的清晰 根本无可抵赖 你说过 自己和乔欣宇 甚至都没来得及吃午饭 不是被吓到 而是你的第二步 需要很多时间 那张帖子上 你开始用各种ID交替着发言 引起大家的关注 先是从一个寻常求助的帖子 转折成针对乔欣宇本人的话题 无论谁看到了 都很难说 这是早有预谋的 接着挖出乔欣宇之前的可疑经历 最后是重磅一击 放上准备好的图片 说到一半 李洛月喝了口咖啡 可惜啊 意外发生了 由于你要在不同账号之间来回切换 导致你有些忙乱 于是 初时照片的一个细节 被你忽略了 匆匆地放在帖子里 等你发现后立马做了处理 看起来就像是为了保护受害人一样 其实是为了将反光成像的位置给抹掉 有谁会怀疑到受害者之一呢 时间凝固了 在场的人都看着桌子 说不出话来 只有罗宾还没心没肺地喝咖啡 眼睛里充满了不解 在他想起来 在他想来 不应该是大吵一顿吗 什么情况呢 宋元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用力地记住了李洛月的样子 冷笑了两声 好 你厉害 是我做的 那又怎么样 乔心与你什么都好 可惜你太骄傲 跳舞你比我好 成绩比我好 比我漂亮 可是 不是所有人都希望 有一个什么事 都主动来帮自己的朋友的 那让人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情人节 我的前男友就和我分手了 原因竟然是可笑的喜欢你 别人珍贵的东西 你却看都不看一眼 所以我想 不如让你试试 自己的东西被莫名其妙地夺走的样子 那个时候 你还会如现在一般吗 失去了骄傲 失去了大家的追捧 你还有什么剩下 我调查你的经历 发现你在女中的时候的事情 这是老天对我的暗示 我借用了网络一把 让大家知道 你喜欢的 不过是一个不正常的女生罢了 果然 后面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我动手 你从高高的地方掉了下来 看到你的样子 我就想啊 真好笑不是吗 人竟然会因为几句话 几张照片改变长久以来脑子里的看法 失去原本你有的东西 你连我都不如 你告我呀 告我呀 让我被全校都知道吧 你怎么整我都接了 我至少看到了你这么狼狈的样子 我觉得够了 宋元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神经质 连手带都没拿就跑了出去 方力看了看乔欣宇 脸色变化间 说了好几声对不起 迅速地跟着跑了出去 乔欣宇有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连续的冲击让他脸色极差 努力在忍耐内心的情绪 李洛月轻轻地拍了拍罗宾的手臂 低声说道 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 两人到了门外 罗宾说 K君 你真是厉害 这些想得清清楚楚啊 教教我啊 不行 为什么 你没有天赋啊 罗宾很快自觉地转变了话题 可是 既然有了那张照片 为什么你还要继续问方力呢 因为 我对这个人完全地不了解 不知道 他在这件事里 有没有扮演帮凶的角色 事实证明 他的确没有参与宋元的计划 不过是一个意外罢了 不 也不能说意外 你看出来了吗 什么呀 哎呦 K君你说呀 别卖关子了 见宋元第一面我就知道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和我们交谈的时候 他害怕我们过于深挖 就偷偷地发短信 叫来了方力 之后方力 来和我们碰面之前 也得到了他的授意 这些都说明 他脑子极为灵活 掌控能力很强 不过方力不同 他要单纯一些 从他很不耐烦的性格 就能看出来 记得吗 他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 李洛约将手机 揣进了裤兜里 宋元对乔新宇 制造网络暴力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 就是方力 还记不记得 我问方力的情况是 他马上就开口反驳 帮忙撇清 不止如此 事发当日 他还特地请方力 帮他还书 双城记 是狄更斯的名著 学校的图书馆 肯定是有的 为什么要特意去市区 图书馆借书呢 再乘车去还书 很简单 就是为了将可能的嫌疑 给方力洗掉 原因不言而明 他对方力是有好感的 不想伤害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宋元和乔新宇之间的恩怨 又有了一层 自己喜欢的男生 始终喜欢自己的朋友 罗宾忍不住机长叫好 哎呀 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因为你是罗宾呢 罗宾傻笑了两声 也对啊 K君就是K君 我才刚上路呢 外头嬉笑打闹的学生们 还在继续他们的每一日 看起来仿佛他们会如此般 一直好下去 李洛约想起了狄更斯的双成绩 不朽的开头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 也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 也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 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失望的冬天 大伙面前应有尽有 大伙面前一无所有 大伙正在直登天堂 大伙正在直落地狱